尿夠的顏色 耳爆了 你就是噁心的人 來啦 吃吧 我真的要吃它了 我要挑一個 第一口要是 哈囉歡迎收看西西拿鐵 昨天我的朋友們呢 標記了一個非常奇怪的東西 因為我光是隔著螢幕 就覺得那個東西臭爆了 但是沒有辦法為了我的朋友們 為了大家 我還是買 我想大家看到這個東西應該就知道裡面是什麼了吧 我真的不懂我的朋友們為什麼要標記我 黑暗料理界的新東西 他們對我也太好了 我完全不想把它打開 光是隔著這個盒子我就聞到M3的味道 超餓欸 但是你知道嗎 今天超多人排隊買這個 超多人 香菜 皮蛋 豬血糕 三樣我剛好都蠻喜歡的 你是香菜的愛好者 你沒有到很喜歡但是就不討厭啊 香菜就是不該存在在這世界上的東西 網友們是這樣評論但是我個人覺得 皮蛋才是不該存在在這世界的東西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進行今天的台鄉吧 我好想吃那個豬血糕 嗯 滿滿的香菜味 聽說外國人很怕我們的豬血糕欸 他們不懂為什麼豬血糕 你知道豬血糕怎麼做的嗎 就是豬血倒在米香 我以前不招米血這樣做 我也不知道 我聽到以後我覺得耳朵 但它的香菜比想像中的小欸 香菜比想像中的 但它的花生粉感覺超多炸多 感覺花生粉可以壓壓驚囉 重點是它的醬是BBQ的醬 然後有加一個起司 我其實個人本身滿喜歡吃豬血糕的 豬血糕就是你鮮 但是像這種豬血糕加花生粉再加mc 好像是北部人會吃的吃法 我們南部人比較習慣就是吃 加醬油糕啊辣椒醬 關東煮最愛是不是 對小吃店 我最害怕的是皮蛋 皮蛋我真的不行欸 不是啊皮蛋 皮蛋耳爆了 你知道嗎 我每次必吐欸 重點是 你知道我小時候 我媽跟我說過皮蛋怎麼做的嗎 皮蛋是用馬尿做的欸 馬的尿欸 騷欸 我媽一講完我信到現在 我沒有辦法改變我對她的想像 它就是一攤尿 黑黑黑嚕嚕的 然後它的那個蛋黃又有那種 尿垢的顏色 耳爆了 你就是噁心的人 來啦 吃吧 我真的要吃它了 我要挑一個 皮蛋比較少的 皮蛋比較少的 第一口要先吃到 這是不是都皮蛋啊 它這個有做厚的嗎 沒有它只能選 薄的 是喔為什麼 對 後面應該會被餅皮吸掉它原本的味道 這裡就有一個皮蛋 為什麼要這樣子 是 你哪個好像要你吃蟲一樣 我先吃米血 可以吧 好啊 它米血很Q欸 而且加上它的芭比酥的醬 其實不難吃欸 怎麼辦 啊皮蛋欸 我沒有吃到皮蛋 它米血很好吃欸 它米血感覺是會滷過的欸 可是我看網路上大家都說很難吃 難吃爆了 耳爆了 耳爆應該是因為它的N3 應該他們不吃香菜 對它的香菜味其實蠻重的 它的米血就是那種滷味的米血 有五香的味道欸 它的花生粉沒有味道 真的假的嗎 花生粉不是應該有花生香嗎 皮蛋喔 結果你一吃愛上皮蛋 相見恨王 咳 咳 太火了 你 你 你不要一直想像它有馬尿 你不要一直想像它有馬尿 我真的不行 這個皮蛋真的不行 你看這個綠綠的 這超噁的 爆了 這是馬的尿 好吃嗎 這蠻好吃的啊 皮蛋很Q欸 但是我覺得 它的米血真的很多欸 欸米血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它其實搭在pizza上不會奇怪 它就是多了一個皮蛋 但是這我不想要吃第二次欸 因為有其它的美味的口味 為什麼我要點這道 那畢生客很屌 它們會吃這種很練習的口味 有網友敲碗說 期待下次會有那個大腸 大腸很好吃欸 大腸 欸 香濕大腸口味的pizza 哇 噁爆了 但是我個人覺得 299這樣 就可以嘗試一下 它也沒有到處很難吃 可是很不符合成本啊 剛剛這才成本感覺 好像50塊應該就有了 但這個真的 我不會再買第二次了 米血可能會抓起來吃掉 這個皮蛋 把它拿走 離開我的視線 OK 那麼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囉 這麼酷又這麼特別的東西 但要跟我的好朋友們分享啊 那些標記我的人 你們一個個都別想裝沒事啊 放心 我不會跟你們群聚齁 待會你們下班的時候 請在你們自家的管理室 去領取 拿鐵的愛心pizza 請你們自己吃吃看 到底好不好吃 呼 去拿再來一塊嗎 辣 OK 那麼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